欢迎参加成会的网上崇拜 无论是芝加哥成会教会的 或者是世界各地的 今天带给大家的第一个update 就是成会教会的主日崇拜 又从hybrid转到网上了 芝加哥的弟兄姊妹都知道 主要是因为Omicron变种病毒的浪潮 内势汹汹汹 病毒感染率非常之快 难免在教会里面都有几个个案 所以我们必须要作出这个认辩 虽然这个病毒株和当初疫情相比 杀伤力低很多 但是我们教目同工同call team都认为 为保大家的安全 也防止我们不刻意将病毒散播蔓延 所以教会一切的聚会 包括主日崇拜和团契小组等等 暂时都是网上举行的 这个停止实体聚会的措施 会到什么时候呢 这一下我真的没有夹果给到大家 但是我们必会正待和观察 如果有任何新的决定 是会尽快告诉大家的 也请大家用信心的讨告 支持教目同工同call team 你们的讨告就是与我们同行 使我们作出明智的决定 不要说说说说 我忘记说 今天是2022年的第一个主日 在这里首先祝大家新年蒙福 无可否认 我们都是在阴魂密报里面进入2022年的 但是正如我们相信 密运上面仍然是有太阳 我们也相信人生的困境背后 仍然是我们慈爱大能的神掌管 由我们因着这个信心 勇敢而喜乐地迎接新的一年 我很想用这一节圣经 和大家作一个新年的勉励 是在诗篇第五章11到12节 那里说 即使在变幻莫测的日子里面 就好像这个圣经的提醒 我们要坚持做两日 第一就是投靠 第二就是爱神 这样的人必会体会到 从神以利的庇护 即使在困境里面 我们仍然能够欢喜快乐 而这节圣经所说的是义人 并不是我们可以做到的 因为按我们的本性 没有一个是义人 但是我们藉着真诚地信耶稣基督 神看我们是义人 要我们就坚持相信耶稣基督 神的是因为 必会好像盾牌那样 互为你和我 我鼓励不到 随直倒数 在网上欢乐地进行 是一个很难忘的晚上 因为我们芝加哥成会的 大兄姊妹超越地域 能够和世界各地的 大兄姊妹走在一起 当晚不单有粤语 有英语 也有国语 总之就是大家因为有主的恩典 我们奖在一起 给一次祝福 齐齐地踏入身的一年 很有意思 我在这里特别多谢 Leo 弟兄 虽然他人不是芝加哥 但是全力地在网上去统筹 很不可言 我以下读一些题目 看看你记得是什么 这是神的群体 天国就在人间 在旷野的日子中 有些大兄姊妹一听就知道 这是成会2021年的 每月灵修系列 而因着这些灵修 他们每日能够亲近主 灵命得到成长 那么2022年1月 又是什么主题呢 就是爱我们的鱼石 在他日生的一年 或者大家都是困难重重 但是神不单只要我们 懷着盼望这样的生活 祂更加希望我们 活出祂对我们生命的旨意 而其中一样就是 去爱我们的鱼石 是 爱我们的鱼石 当在越不安的日子 当鱼石越有需要的时候 这些中英对照的灵修 由1月3日开始 即是明天了 逢礼拜一至礼拜六 会放在成会教会的群组 和Facebook专页上面 踏入新的一年 你有没有定一个 更好的奉献计划 来表达你对神的感恩 这个真是值得想想 暂时现在没有现场的崇拜的时候 网上的奉献已经是新的常态 大家可以继续用PayPal和Sale 或者是寄账来到教会 今天中文崇拜完了之后 11点10分 仍然是有网上的 活泼精彩的 二堂圣经故事和崇拜的时间 鼓励家长来带小朋友 准时来到荧幕前 学习敬拜 学习圣经 11点半是英文崇拜 今天的港元是Marser 请你注意 英文崇拜是有耳机翻译的 由英文翻为国语 而我们周间的活动 就有礼拜三晚 全教会的祈祷会 礼拜五晚有即清团契 也有志佳姊妹船 今个礼拜的姊妹船 接下来几个六月 其实都是围绕一个 很有意思的主题 就是emotionally healthy woman 就是作个情绪健康的女人 好了 现在我就将时间交给Marser 一应该就事 这里面有各种 牧将能买的更好 百分之予订